那么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学的内容 来看今天学的哪些内容 今天学的内容还是都是比较重点的 然后来看首先我们学的是代码块 这个代码块在开发中用的特别少 但是面试的时候会考你 有可能会考你 所以大家现在是了解 等到面试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代码块翻出来看一看 局部代码块的作用在方法中出现 限定变量的生命周期 及早的释放提高了内存的利用率 然后各个代码块的作用 在类中出现 类中方法外出现 那么多个构造方法中 有相同代码存放在一起 每次调用构造都执行 并且在构造方法前执行 每次你调用的时候 这个构造代码块都会去执行 然后静态代码块在类中方法外出现 然后加了这个static修饰 在类中方法外出现 并加上static修饰 用于给类进行出手画的 那么在加载的时候就执行 并且只执行一次 这一块删掉就行了 重复了是吧 一般用于加载驱动的 一般用于加载驱动 好 那么再往下看 这个练习我就不去给你讲了 自己回去看一看 接下来我们学了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 就是继承 继承让类和类之间产生了关系 出现了子负类的关系 那么有了子负类关系 代码的复用性怎么样 代码的复用性就高了 我们来看继承的好处和弊端 提高了代码复用性 这个不用说了 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 负类一修改 子类根正式不就修改了 负类增加一个属性 那整个体系就增加一个属性 那么这可维护性呢 它也是好事 它也是坏事 如果我需要你增加这属性 那就是好事 那如果不需要你还增加了 那这就是坏事 所以呢 它也是它的弊端 就是类的偶和性增强了 太紧密了 你一改我就跟着改了 然后呢 渣瓦中 类的继承的特点 渣瓦只支持的是单继承 不支持的是多继承 也说一个儿子只能有一个爹 有些语言是支持的 就是一个ten子的 然后类一 类二这样去继承 但是我们渣瓦语言 它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它为了这个安全隐患 它继承了两个类 里面有同名的方法 那我不知道到底 掉往哪一个 但是渣瓦支持的是多层继承 就是子继承负 负在继承爷爷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 如果想用这个体系 所有的功能 就用最底层的类去创业对象 那么如果想看这个体系 共性的功能 就看最顶层的类 因为最顶层的 那么下面都去共享了最顶层类的方法 所以你看最顶层就行了 那么继承的注意事项 和什么时候去使用继承 子类只能继承负类的非私有的成员 非私有的 私有的只能在本类中使用 儿子也不能用 那么子类不能继承负类的构作方法 因为构作方法是不自有自己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super去访问 不能为了部分功能而去继承 你不能随便的去认跌 不能为部分功能去继承 你得判断谁是谁的一种才可以 比如说学生是人的一种 然后呢 苹果是水果的一种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不同名的变量和同名的变量 如果不同名的变量的话 那我子类就直接继承负类就可以了 如果是同名变量的话 就近原则 我只用我自己的 对吧 就用自己就行了 那么像同名变量呢 在我们开发中很少去用到 因为负类已经定义了 子类是不是拿过来使用就可以了 它还提供了side概念的方法 如果你觉得这个值不好 你还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this和super this代表本类当前对象的引用 谁来调用我 我就要代表谁 那么super呢 代表当前对象负类的引用 this和super的使用区别 this呢可以调用成员变量 那么调用本类成员变量 也可以调用负类的 前提条件是 本类中没有这个对不对 调用负类的 然后super的成员变量是调用负类的 然后调用负类方法 this后面传什么参数 就是调用本类的哪一个负类方法 调用指定的负类方法 这里面给一个name age 那是不是就调用有参的那个name age super 是调用负类的负类方法 也是调用指定的负类负类方法 那么如果这里面啥也没写 就是调用负类中空参的负类方法 好 那么调用成员方法 this可以调用成员方法 那么调用本类的成员方法 也可以调用负类的 这个也是 本类中没有直接调用负类的 相当于继承下来对不对 然后super调用成员方法 是调用负类的成员方法 然后呢继承中的 负类方法的关系 我们来看啊 说子类所有的负类方法 默认都会访问负类中空参处的 负类方法 也说只要你写个负类方法 里面就会有一个super对不对 因为子类会继承负类中的数据 可能还会使用负类中的数据 所以呢 子类初始化之前 一定要先完成负类数据的初始化 好再来看啊 呃继承中工作方法 注意事项 如果负类中没有无参的 还定义了有参的 那无参的系统都不给了 那系统不给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super解决 或者通过z次来解决 然后呢这里面强调一点 super或者z次这样语句 必须出现构造方法的第一句 也就是说有它就没有它 那么有它就没有它 因为初始化的话 不能同时进行初始化啊 要么给负类初始化 要么给本类进行初始化 好这两个练习呢 回去自己看一看研究研究啊 不懂的就问一问 然后呢又学了 不同名的方法和同名的方法 不同名的方法很简单 直接继承下来就使用就可以了吧 那同名方法 子类相当于对负类方法进行啊 重写 负写 覆盖 指的都是一回事啊 那么什么是方法重写呢 现在你暂时记着 是子负类出现一模一样的方法 那么 等到学完面前对象之后呢 我们再说一个事 就是返回之类型 可以是子负类关系 就返回之类型啊 其他也是不可以改的 那个权限呢 要求子类必须大于等于负类权限 那个可以改 但是最好也是一致的 然后方法重写的应用 当子类需要负类功能时 而功能主体有自己的特有的内容 可以重写负类的方法 这样既沿袭了负类功能 又定义了子类特有功能 现在能理解这个事了吧 比如说我们定义手机类 那个Siri的功能 好 那么再来看 方法重写的注意事项 负类中有私有的方法 不能被重写 因为负类中私有的方法 根本就无法去继承 子类无法去访问 子类重写负类方法时呢 访问权限不能更低 最好是一致 负类静态方法 子类也必须是静态方法 这个我们在多态中去讲啊 然后呢 override和overload的一个区别 好问一下大家 override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重写 overload的是重载 那么重写呢 子类出现了和负类中方法声明 一模一样的方法 与反汇之类型有关 反汇之事一致的 或者是子负类的 这个还是再强调一下 我们在讲了面线对象之后 再去说这个事 那么方法重载呢 本类中出现了方法名一样 参数列表不同的方法 与反汇之类型是无关的 好 这就是这些练习了 然后来呢 我们又学了一个final final都可以修什么呀 final可以修饰类 修饰类不能被继承 然后呢 final修饰的变量 变量只能被复制一次 final修饰的方法 方法不能被重写 然后呢 final修饰基本数列型的时候 是值不能被改变 final修饰影数列型的时候 地质值不能改变 但是对象中的属性值是可以改变的 final初始化的 final修饰变量初始化的实际 可以显示初始化 可以在对象构造完毕前 初始化 有两种初始化 但是两个可不可以同时用 这是不可以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内容 这个知识点 在这保存一下 这个知识点击